2024年的第一天,日本遭遇7.6级强阵。 在此之前,有日本民众拍摄到成千上万乌鸦满天飞舞或在建筑顶部聚集的异象,以及地砖不停起伏如大地在呼吸一般的场景。 相关视频在网络上曝光,画面令人震撼。 当地时间1日1日下午大约4点10分,日本中部石川县能登地区发生7.6级的强阵。 阵源深度约为10公里,新系。 富山,甚至东京,北海道,九州都感受到震动。 地震造成多栋民宅倒塌,秋田,上月,北陆等新干线停驶,将近4万户家庭停电。 由于地震造成海啸的潜在威胁,日本气象厅还一度向该县能登地区发布大海啸警报。 日本互联网上陆续传出的多段视频影片显示,在地震发生之前, 有日本民众拍摄到近百只乌鸦聚集在一栋建物的顶楼或不断在附近盘旋的场景。 还有日本民众目击成千上万的乌鸦满天飞舞, 黑鸭鸭如同海浪般在空中涌动,还伴随着乌鸦凄厉的叫声。 场面诡异,令看到视频的网友惊呼,不寒而栗。 更有日本网民发帖称,早在去年12月30日,就已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乌鸦成群盘旋的景象。 此外,一名住在石川县的医护人员,日前在网络社群中分享了一段时长约13秒的短视频, 并称这是地震发生当天他开车出门上班时拍摄到的画面。 短片中可看到,人行道地面的砖块突然不断隆起后又平伏, 犹如大地正在用力呼吸一般,场面令人震撼,拍摄者一边拍摄,一边发出了惊讶的声音。 1月2日,日本航空的一架客机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一架飞机在羽田机场相撞,导致客机陷入火海。 日航乘客表示,下级约10分钟后,飞机上就发生了爆炸,直呼死里逃生是个奇迹。 北部城市闸晃和东京羽田机场之间的航班,是日本最繁忙航线,也是全球最频繁的航班之一。 日本航空JEL每天营运16个往返航班。 但在周二,当日本航空编号为JEL-516的客机沿着该航线飞往羽田时, 在羽田机场着陆后发生了令航空专家困惑的碰撞事件。 该飞机与一架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相撞,引发大火。 事发后,疏散和救援行动的顺利展开,另一些人撑起。 机上379名乘客和空服人员全部逃生。 海上保安厅飞机上的6名机组成员中5人丧生,1人重伤。 据路透社报道,59岁的斯托士亚美克在回乡探亲后乘此飞机返回东京。 当飞机的机轮在停机坪上滑行时,他的思绪飘到了与妻子的团聚上。 突然,他被一阵嘎嘎声和一声巨响震住了,他透过窗户看到发动机着火了。 客机机舱内迅速弥漫起烟雾,一些焦虑的乘客在走道上跑来跑去, 其他人则紧紧抓住尖叫的孩子。 请带我离开这里。 一位女士在与路透社分享的一段视频中从飞机内喊道, 我真的以为我将会死去。 28岁的东京居民Zubazeswadi说, 她和女友从闸晃度假回来。 她说,事故发生后,当她看到飞机发动机冒出一些火花时, 一开始还不以为然,但当开始起火时, 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根据与路透社分享的视频, 机组人员似乎敦促人们保持冷静并表示请配合。 飞机外,消防队员被部署到现场灭火。 大火从飞机后部开始燃烧, 最终将整架飞机吞没在火球中。 坐在前排附近的妖妹说, 尽管有些乘客非常担心, 但机组人员很快就部署了疏散通道, 仍开始有秩序的下机。 该航空公司表示, 飞机停稳后几乎立即开始疏散, 所有乘客在不到20分钟内就被送往安全地带。 视频显示,乘客被平静地疏散。 英国航空咨询公司Ascent by Serum的航空安全总监保罗·海耶斯表示, 机组人员一定做得非常出色, 似乎没有任何随身行李, 所有乘客都下机了, 这真是一个奇迹。 日本国土交通省一名官员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 该航空公司的疏散程序执行得当。 Sawaddy说, 他们下机后大约10分钟, 飞机上就发生了爆炸。 我只能说这是个奇迹, 如果我们晚一点, 我们可能就死了。 他说, 航空公司表示, 该飞机在周二下午5时46分着陆后, 几乎瞬间, 就发生了碰撞。 航空公司高层在深夜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机长已获准降落, 但很可能看不到下面海上保安厅的较小型-8海事巡逻机。 当这架客机滑行停下来时, 相撞的海上保安厅飞机的机长, Gentemy Moto从他所在的小型飞机的残骸中爬了出来, 并向基地报告了情况。 据海上保安厅称, 这位机长说, 这架飞机在跑道上爆炸, 我逃了出来, 其他机组人员的情况未知, 其他5名年龄在27岁至56岁之间的机组人员后被证实死亡。 当局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这起坠机事件。 航空专家认为, 这起事件极不寻常。 自从有了更好的地面追踪和程序后, 航空业已经成功地大幅减少了跑道碰撞等事故的数量。 日本航空的这架A350客机是由空中客车Airbus制造。 发生事故后, 日航和空中客车都参与了调查。 法国政府正紧急派遣自己的调查人员前往东京。 法国民航安全调查与分析局表示, 4名调查人员将于周三抵达羽田机场, 正在参与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发起的调查。 B.A.表示, 调查人员将由空中客车的5名技术顾问陪同。 2023年12月31日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既是周末也是月末, 更是年末。 三末、合一、京通、一京的中医师和风水师都认为, 中国疫情在起, 及各种罕见异象出现, 是上天在警示人们要积德行善, 别作违背良心的事, 才能趋及避凶。 疫情又起2024孔, 再次影响全球。 去年10月以来, 中国在爆发呼吸道急症, 90%左右感染者为儿童, 导致中国多地儿童医院、 儿科、急诊以及发热门诊爆满。 中共先坚称, 细致原体肺炎流行, 但面对大量白肺及死亡病例出现, 中共不得不改口, 说是多种病菌病毒混合感染, 包括呼吸道荷包病毒, 鼻病毒, 偏肺病毒, 腺病毒, 新冠病毒, 中共病毒, 肺炎支援体等。 12月下旬,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疫情防治组印发通知, 名为关于做好2024年元淡春节期间, 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通知对疫情的应急处理, 防治等做了详细说明, 包括强调要大力推动含SBB变异株抗原成分的新冠病毒, 中共病毒, 疫苗, 流感疫苗等, 引导老年人,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症高风险族群积极主动接种疫苗。 中共国家卫健委在12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 2024年中国新年假期期间要充实门急诊, 耳科、呼吸、重症等医疗力量, 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诊室要保持应射近射, 应开尽开。 对2024年疫情的走势, 旅居英国精通医学的资深中医师舒荣, 日前在大纪元新唐人电视节目《精英论坛》中, 从中医角度做了预测。 他提到, 传统中医里有个五蕴六气学说, 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和瘟疫等大型流行病发生的规律。 从这个角度看, 现在这波疫情应该是本次瘟疫的最后一波大流行, 非常严重。 它会以中国为中心向全世界扩散。 舒荣表示, 新冠病毒、中共病毒, 喜欢寒气和湿气, 寒湿交加的气候更适合它。 今年2月10日, 中国就进入甲晨龙年。 根据五蕴六气推算, 这个年份碎土太过雨湿流行。 寒湿气很重, 潮湿阴冷的气候特点非常明显, 整个一年的情况都是偏于寒湿。 尤其是中国大陆四季分明, 中国的夏天也会出现降温, 出现一个低温的情况, 而且2023年冬天到2024年春天温度会出现一个极低的气温, 春天会提前到来, 但是又会来一个倒春寒。 到了2024年秋冬, 又是寒湿严重, 基本上未来一年, 寒湿都是非常严重, 所以说2024年会是疫情最严重的一年。 香港风水师风水豪也对大纪元表示, 疫情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大陆, 只不过有高低起伏。 从玄学角度看, 这次的疫情并非简单的病毒、细菌, 而是业障病或者称为天浅。 风水豪说, 业障病就是人不断做坏事, 不理后果做坏事, 那天就要罚你, 这是天浅, 不是普通的病毒。 尽管中共封锁疫情的实际情况及死亡数据, 但大纪元记者从近段时间对大陆民众的采访中, 也能看出疫情的严重程度。 云南区境市的一位父亲邓飞, 化名, 告诉大纪元, 他五岁的女儿, 在十月份也因肺炎离开了人世, 前后一周时间。 开始住院二三天, 进行物化治疗, 退烧出院, 出院后又反复发高烧, 最后是送到省城医院抢救, 也未能挽回他女儿的生命。 采访中, 记者还了解到, 去年中国多地都出现倒地死情况, 且多为年轻人。 北京市民杨忠, 化名, 说, 十一月底, 他的一个年轻同事在工作中突然猝死, 江苏的陈熙, 化名, 也说, 他朋友的邻居, 一位三十二岁的清华毕业生突然猝死, 云南的汪红, 化名, 表示, 他认识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 还没等救护车道, 只是感觉不舒服人就走了。 罕见异象, 不断预示更多天灾。 2023年, 中国各地频频出现罕见异象。 风水豪认为, 2024年会有更多的异象和想不到的事发生。 12月30日, 内蒙古俄尔古纳市出现很多透明的寒夜光柱, 五彩斑斓。 12月11日, 内蒙古俄尔古纳市出现极寒天气, 全市有18个气温监测站, 气温低于零下40度, 出现三个太阳。 天空中的太阳被一个巨大的圆形彩色光运包围, 在太阳两侧又分别出现小太阳。 12月1日晚, 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墨河市北极村, 出现极光, 紫红色和黄绿色的极光变换着色彩。 当晚在北京怀柔可见红色极光, 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也出现极光。 11月30日傍晚, 江苏省乌西市西山区西北镇斗山村, 天空同时出现环天鼎湖和换日奇观, 有很多网友拍摄照片在社交平台分享。 风水豪表示, 天上出现多个太阳, 天空颜色变成赤色, 在传统上讲都是冰灾的预兆。 例如, 明代崇祯皇帝在梅山吊死, 那时就发生过天赤如血的异象。 他表示,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 天色异常, 预示着不同灾害, 红色代表冰灾, 黄色代表崇害, 绿色代表瘟疫, 白天变蓝变黑代表地震等天灾。 上天出现异象, 说明地下有事发生, 很多古书都有这些例子。 自崇祯元年, 1628年, 起, 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 寸草不生。 据汉南旭郡志记载, 崇祯元年, 全闪天赤如血。 五年大鸡, 六年大水, 七年秋黄, 大鸡, 八年九月西乡汉, 略阳水涝, 民社全没。 九年汉黄, 十年秋和全无, 十一年下飞黄碧天, 十三年大旱, 十四年旱。 去年12月中旬以来, 中国各地出现了极端寒潮天气, 并伴随雨雪、 低温、冰冻等各类冬季灾害, 北京、天津、 河北、 河南、 辽宁、 内蒙古、 黑龙江都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冷的12月。 受寒潮天气影响, 多地出现罕见的雷打雪现象。 12月14日, 山西洋城、 河南洛阳、 山东德州、 济南等多地, 在降雪的同时伴有轰隆隆的雷声, 还有闪电。 气象监测显示, 12月9日至14日, 陕西南部、 山西南部、 河南中西部、 山东西部等地出现雷打雪现象。 民间有雷打雪、 人吃铁、 雷打冬、 十个房子九个空的说法。 知名国学学者谢鹏解析道, 这是说下雪的时候打雷, 预示着来年是个饥荒灾年。 风水豪也认同这种说法。 他说, 这形容人因为没有食物吃而被迫吃铁, 预示着来年会发生饥荒。 12月18日, 甘肃临夏州基石山县发生规模6.2地震, 青海海东民河县中川乡金田村和草滩村发生局地沙涌, 浪头高达三米的浓稠泥浆漫入村庄, 大量房屋被淤泥包围, 冲毁, 造成至少118人遇难, 多名民众失联。 据记载, 4000年前曾发生过一次沙涌, 当时也是一场大地震, 瞬间摧毁了一座城市, 留下了类似沙涌的现象。 风水豪认为这也不是好兆头, 这预示着2024年会有很多地震, 尤其是东南方特别多地震, 因为代表着疾病和地震的二黑巨门星在2024年会飞临到东南方。 他还表示, 刚刚过了立东, 大陆和香港就发生了许多怪事。 甘肃地震, 北京地铁车厢断裂, 香港多宗狗暴毙或被毒死, 这预示着2024年交通事故会很多, 车、船、飞机的意外也会很多。 风水豪说, 从挂象上看, 2024年是上天惩罚坏人的一年, 各种意象都出来了。 人不知悔改, 上天就会惩罚人。 他提醒人们要积德行善, 别做违背良心的事, 才能屈及避凶。 人不知了解, 他到底能够改了他? 感谢观看